救護車緊急將車禍 唯一的傷患者蔡孟貞推進醫院 讓護理人員包紮處理 躺在病床上的她 痛得不停哀嚎 還不斷地回想 事情怎麼發生的這麼突然 沒有在睡覺 在睡覺 然後聽到 你們是要去參加 大學同學的婚禮嗎 是 還沒到 然後就是 在路上抱胎這樣 對 專程南下參加大學同學的婚禮 卻沒有想到 遇到車禍意外 讓這對新人一聽到消息 立刻感到醫院 一臉目然躲在丈夫的懷裡 眼著面 因為不僅蔡孟貞 這對新人和另外五名死者 是大學同學兼死黨 臉書上一群朋友 還留下開心的合照 19號才舉辦婚禮 一群人前一天就從台北 開車南下要幫忙 卻沒有想到 遇上了死亡車禍 車禍意外來的太突然 身上多數撕裂傷 骨盆骨折 還有輕微的內出血 蔡孟貞的母親也慌亂地 感到醫院 骨盆 就是右邊的腸骨有骨折 還有齒骨有骨折 那輕微的一個內出血而已 那目前病人的意識狀況是清醒 原本大學好友約好一起參加婚禮 打算一塊同歡 但這個約定卻在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 再也無法如願 新郎新娘震驚又難過 計劃在喜宴上 要為發生意外的好友們默哀三分鐘 表達內心深深的不捨 借黃香錦 韓志欣 SNG小組 苗栗 採訪報導